各位觀眾們 歡迎收看五月二十五號公共電視 有話好說 好 我們今天晚上要來關注的題目是 特殊教育法的修正草案 目前最新的消息是 因為之前已經完成了相關的 這個草野協商 已經達成共識 所以最快在明天的立法院院會 將會三讀通過 好 當然這個特教法 對於我們什麼樣的一個重要呢 我們之前講說 特教生目前的數字 看起來比例是增加的 可是各位知道嗎 這個法令已經十四年 沒解過了 十四年以來 你看那個環境變化 都到十四年前的電腦是什麼樣的 現在怎麼樣 整個環境不一樣 所以當然也要有所更正 才能夠讓我們的教育 跟上時代 好 這大概是什麼重點呢 我們來跟各位來先做個介紹 像是說在這一次呢 以附帶決議的方式 要求教育部可以依照學生書的狀況來合理寬邊這個未來的特殊教育的預算 而且要逐年增加 另外呢 大家也關注就是在高級中學以下的這個學校 還有幼兒園的部分 要加強普通教育老師 還有特殊教育老師 還有輔導老師的合作 因為要推向一個叫做融合教育 什麼是融合教育 我們帶也要跟各位來做個明白 另外呢 對很多老師來講 好頭痛的一件事情 憑賤 各位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憑賤 那憑賤老師要在做很多的工作 開個玩笑 那好像在叫做什麼 paperwork 在比賽作文比賽 當然老師寫作文很厲害 對不對 棒棒 可是問題是來了 老師寫作文 那誰去照顧我們的小朋友 你說下班寫也是啊 那都不用睡覺嗎 所以現在呢 也把它做個修法了 說我們現在的這個特教的評鑑 可以跟校務評鑑並同來辦理 希望能夠減少對老師的負擔 減少對老師在學校教學的干擾 當然另外一個部分 可能大家也要關注的是說 因為特教法裡面 他會對於學生一個定期 會有一個心理的評量 好 這問題就來了 心理評量也是老師要去負荷的一個部分 那麼就有人在說了 是不是可以有些老師專門來做這件事情 但是問題來 又有人是說 是不是另外找一些心理學的老師來做這個 好 都好 反正不管怎麼樣 現在最新的一個方向 就是說希望推動一個叫做是這個局部性的 心理評量的工作的專職化 好 希望能夠透過有專業的一些老師 好 再加他們心理方面的一個評估的一個專業 能夠讓這個 總之還是一句話了 讓這個低線的老師減少他們的工作負荷 才能夠讓我們的特教老師專心的來照顧 我們這些需要照顧的小朋友們 好 當然我現在講很多 你會覺得好多東西 對不對 沒有關係 我們待會再進一步來說清楚 讓大家瞭解我們的特殊教育 未來要怎麼樣走得更好 現在介紹今晚來賓 第一位要介紹是台中市次子新 過動證協會理事長 張立軍 張理事長 大家好 第一位要介紹是全教總特教委員會副主委 也是我們基隆常樂國小的特教老師 鍾正信鍾老師 各位觀眾大家好 接下來介紹是彰化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副教授洪雅慧 洪老師 大家好 好的 那現在今晚一開始 我們現在談一個東西 我們剛剛不是有講到一個融合教育嗎 什麼是融合教育 我們先帶來所有的朋友們 我們來到教育現場 來去看一看 不像同年齡的男孩愛耍酷 國一的小洪總是笑嘻嘻的 如果不說外人很難看出 小洪有ADHD 也就是俗稱的過動症 這一天上表藝課 可以跑跑跳跳 小洪看來特別開心 只是偶爾還是會遇到挫折 像是老師要求三人一組時 小洪就成了多出來的那一個 一 二 三 四 怎麼辦 來 教你們一個 走 教你們一個 兩個人的方法 來 一起 來 跳 好 繼續 蹲下來 好 給我拿來蹲 來 幫你站 好 上肩 老師巧妙運用教學技巧 讓小洪和同學合作完成任務 而小洪要適應校園生活 不只靠老師 更重要的是同學的包容和協助 在班上 廖同學擔任小天使 讓小洪不會落單 而在廖同學的眼中 小洪是很活潑的人 也很願意協助班上大小事 他非常活潑 然後熱心助人 就是他有時候 我們要搬餐桶 他會主動去搬 不過小洪有時急於表現 同學不一定能接受 那當他是有點像 脫僵眼馬的時候 同學就會制止他 那有時候 因為這個階段的孩子 其實有點口不責眼 或是比較強硬的口吻 去告訴他說 你不要這樣子 或者是不好聽就是 你閉嘴 輪不到你講話 類似這樣 那我就會告訴學生講說 我說說這種話都可以好好的講 我說他其實不是聽不懂 課業上小洪會利用早自習或午休 到學習中心上國音術 中心內採小班制 特教老師會調整課程和評量 讓小洪能跟上學業進度 像小洪這樣的特教生有超過九成都在普通班接受融合教育 以鼓勵 以鼓勵特教生加入群體 也讓一般生學習包容差異 儘管這條路難免跌跌撞撞 但還是要一步一步朝向共好的目標前進 記者 許淳鳳 陳保羅 基隆報導 好 回到現場 第一開始呢 各位我們已經看到這個融合教育 事實上也就是說 我們希望讓這個特殊教育的孩子 他大部分的時間能夠跟我們說一般般的同學們 一起來做探索學習 而且我們也知道新克剛之後 如何能夠一起去探索 找出彼此能夠解決問題的方法 這也是一個素養裡面很重要的事情 不過當然對大家肯定會思考一個問題說 畢竟特殊教育的孩子們 每一個人的特殊性不太一樣 有人可能是在他的身體上面 有人是在他的情緒上面 還有一些其他的部分也會不同 但是我們可能在不同的一個狀況之下 他可以融入一般班級 這也很重要 因為各位不要忘記了 在我們的社會 延大公寄八八塊 很多種類型的朋友們 所以我們是不是能夠在學校裡面 就能夠先去感受到是說 怎麼樣跟不同特殊狀況的朋友 我們可以跟他去融合 這也是教育裡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當然是這樣的一個做法 我們也要來看看各界的一看法 所以我想先請問一下 我們的家長團體 我要請問一下理事長 就是如果說以未來是走向這樣融合式的部分的時候 我不知道說家長團體怎麼樣來看 還是說你們有些什麼建議 要再去更加強 還是有什麼部分認為這樣是正確方向 我想再以這個融合的這個角度 不管今天是高中 國中 國小 那以我們這種過動症 不足症 這樣的過動的這樣小朋友 我是覺得以對老師來講 他是把他歸類在所謂的情緒障礙裡面 那我們這樣的一個症狀說實在話的 不是只有土瑞斯症 很多的共病 譬如說是這個所謂的自閉症 學障 他們都有共病 有這種不足的過動症 這種過動的狀況 那我是認為說 如果以把他放在這個融合教育裡面 他有個好處 就是說他可以跟同學相處之間的 這種人際關係 合作的關係 那同學可以互相去體諒 這樣的小朋友 這樣的同學 可以怎麼樣互相幫忙 這是好的 但是針對老師來講 我是認為他的壓力會很大 我想針對老師 他其實我們跟很多老師的一個溝通 發現到老師 他最大的問題是在說 這樣的一個心智障礙的狀態 他是不定時的 他這種情緒障礙 因為他是把他歸類在情緒障礙 在我們的特教法裡面 他並沒有單獨自閉症 妥瑞斯症 學障 就有一個障別 沒有 他全部歸類在所謂的情緒障礙裡面 所以我一直認為說 在這種所謂的融合教育裡面 如果真的要把他做好 我們的上面中央長官 教育部 應該要去特別針對我們這一種障別 特別要多花一些心思 因為 因為後半段又有講到心平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是認為說 我是贊成 而且我們同 我們大家家長的同仁 大家是認為說 這個是不錯的 但是老師是應該要互相的 這個可能多一點人力資源 這樣子 是的確 鐘老師 我們也想要探討一件事情說 我覺得我們剛剛這樣講 也有影片了 是不是可以麻煩您 再跟觀眾朋友 我們來說一下 如果以後融合的話是怎麼樣 是說他大部分時間都在一般班嗎 還是說他比較多的時間 是在我們講的資源班 或是在我們在特殊的一個課程裡面 其實可以跟觀眾朋友說一下 其實這幾年我們的融合教育 其實不斷地在推動的狀況下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特殊生 是在我們一般的班級裡面出現 那其實就教育部統計 你們要來看也是一樣 就是說這二十年來 其實像去年七十天下 大概也做過一個調查 大概就是特殊生 已經增加百分之八十 那以這樣的狀況下 其實這從某一個觀點來看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 不管在老師 或者是在家長 對於特殊教育的理解跟接受度 都提高的狀況下 那也可以慢慢去看到孩子的特殊需求 於是他們可能會提出鑑定 那我們的孩子 其實在原班裡面 其實非常多的孩子 在原班裡面 應該是說我們不應該是鑑定 不是為了給他們一個 一個標記 而是為了瞭解他們的需求 所以當在融合教育的環境底下的時候 我們要看到是孩子的需求 也就是說我們有各式各樣的孩子 我們現在至少就我們的社交法來看 我們就有十三個類別 是 但是每一個孩子 他需要特殊需求可能不同 所以甚至於像剛才我們理事長提到的 可能他同樣是固動症的小朋友 他也許在資本班 排的課都不同 有的可能他動作上面有問題 他會排動作課 有的可能社會技巧有問題 他會排社會技巧的問題 那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 其實我們要去審視的是說 這些孩子 他的需求有沒有得到一些滿足 那這些課程 有沒有辦法安排到是適合他的 而不是好像是說 我們今天融合教育裡面 我們就是讓孩子有到資本班上課 那他就算是有接受特教服務 我相信這絕對不是 不管是老師或家長都不樂見的 但是我們回到一個現實層面來看 以這次特教法來看 我們的經費還是維持在九十八年的 那個額度上面 那這個真的比較遺憾一點 是說我們都知道 其實當我們的特殊教育 做了越來越細緻的狀況下 他所需要的人力跟經費 這是無可避免的會增加 但是當我們的保障額度是沒有提升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得要賭一個風險 我相信在我們在幾次溝通下 那主管機關常常會講一句話 就是說我們國家總預算提高的時候 你的你的百分比自然雖然是四點五 但你的總額會比去年多 但是大家會發現一個點 那我就是在賭國家總預算 那如果國家總預算變少的時候 他是不是也就相對降低了 但反過來講 如果我把保障額度提高的時候 我今天不管我的國家預算的總額度高或低 但至少我的保障是有維持在那個點上面 那這樣子不管我的人力 我的資源才能夠協助我融合教育 能夠進行的去推動 然後讓孩子能夠得到他需要的資源 而不是在一個受限的情況下 我們必須要有一點巧富難為五米之吹的那個感覺 老師我覺得還是回到一個問題 因為現在不是每個觀眾朋友 大概知道說什麼叫融合 我先假設好了 我們今天假設有一個班是二十五人好了 那剛好這個班課 我們也剛好其中有一位是特殊教育的同學 我們現在不講他可能什麼樣的狀況 那麼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這位特殊教育同學 他大概什麼樣的狀況 會在原來這個班一起上課 什麼樣的狀況 他可能會到另外特教老師這邊的一個輔導 或者是特殊的課程的一個集中上課 這部分是不是讓觀眾朋友知道 一下 例如說 我們現在舉個例子來看好了 像剛剛我們理事長講到了 如果我們有注意力學院過重症的小朋友 那以我們學校自己的實際狀況來看 假設這個小朋友在學業上面 經過評估上面 他是可以跟著這樣在原班學習的 是 那我們會傾向於讓他在原班學習 因為這才是融合教育的阻止 那如果他有一些像剛剛理事長提到 可能有些情緒行為問題 我們要做的事情 不是把它拉出來 是我們跟原班老師去溝通 就是說這個孩子在學習上面的特點 有哪一些 例如像舉例來講 這個孩子可能在座位上面 他可能做沒有辦法超過五分鐘 那我們可以做什麼樣的調整 我們也許可以跟老師商量說 老師你在上課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讓這個小朋友協助你幫忙 當小老師去擺字卡 那這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 同學看到了 他是可以幫忙的那個人 而不是在五分鐘之後被老師糾正說 你為什麼沒做好 那這個對於這個孩子在原班的形象 會差距非常的大 是 一個是他是一個幫手 另外一個做法是 他是一個被指責的那個人 那甚至於我們有時候會用一些技術性的方式 去引導他 例如說今天這個孩子 他坐不住的時候 我們可以請他自己舉手 是說老師 我可不可以去後面拿一下東西 那老師可以技巧性的跟他講說 OK 你可以去拿 那這樣的狀況下 會比他可能就是擅自離開座位來的好 那你也可以教導孩子 原來你的表達跟反應 是可以得到一些回饋的 那這個就是特教老師的功用 他在跟原班老師溝通上面 然後那可是 如果我們這個孩子 常常會有一些情緒問題 跟同學發生一些衝突的時候 我們在我們的資源班裡面 可能會幫他安排 社會技巧的課程 那老師會教導他說 當你的負向情緒出現的時候 你應該要採取什麼做法 例如說我們可能會教他說 你應該要先做一些挺想選作的選擇 也就是說當我的脾氣上來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先教導他 我們說我們先深呼吸五下 我們再來思考一下 我們下一步 我是要告訴老師呢 還是我要做什麼樣的反應呢 那這樣的做法 他可能是在前我們的那個資源班裡面做 但是相對的 當他上完課之後 像我們有時候我們的課程 還會邀請一般的孩子一起來 那他們在一些融合的互動裡面 你才會讓孩子知道說 他學的這個方法是有用的 這個是很重要 他在資源班裡面學的方法 必須得要能夠帶回原班 否則他只有在資源班裡面 你會發現 他在資源班裡面表現在怎麼好 如果他回到原班 他沒有辦法把這些能力 展現出來的時候 那個融合還是沒有辦法去推展 是 是 我可不可以先問一個問題 就是像你是特殊教育的老師 是 好 所以你過去在大學所學的時候 我不知道就是你的教室證 我如果理解沒有錯 好像是兩張 對吧 你還有一個第二張是等於 特殊教育這一塊 是嗎 我們 我們 我們那個時候是 我們會有一個普教教室證 還有一個特教教師證 那我想問一下 你的特教教師證跟普教 你等下多上幾學分 或是多上什麼樣的學程 基本上我們就是特教系的畢業學分 是一樣的 就跟其他的科系 其實是一樣 那只是我們的課程裡面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嘛 我們例如說資源班 我們融合教育 我們必須也得要瞭解到 一般的教育裡面 他們的課程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包含 就是一般普通教育的教育 實習這些都會有 對 是 好 當然我只要問這個問題 是我們大家請黃老師 也來跟我們解讀一個問題 好 在我要接著這個題目之前 我要先讓觀眾朋友 我們有一個參考的數據 我們現在看這數據 我在基於我的問題 你就知道我想要問什麼 來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目前國內的特殊教育學生人數 各位 這是來自行政院的一個統計資料 我們發現一件事 假設在九十八年的時候 目前所發現的人數 大概是六萬四千八百零三人 這是總數啦 可是到一百一十一年為止 我們看到是十一萬七千一百八十五人 各位在分成類別 像學習障礙 自閉症 情緒行為障礙發展之外 我們看到是慢慢的增加 當然這樣的增加 也有一方說法是說 因為我們的鑑別 各方面的比較更強化了 所以可以找出來的比例 比較多 好 那再來我們看下一個 如果人數增加之後 我們要看下一個東西 就來了 好 那目前高中以下身心障礙學生的安置 我們剛剛看到大部分 是屬於分散式資源班 好 這部分的人數的比例 大概是佔了百分之五十四點一 那另外一種是透過老師們的 巡迴輔導 那當然有一種就是在普通班 接受特教服務 或者是集中的特教班 好 但現在一個比例比較少 而是特殊教育學校 好 我現在要回到我的問題 洪老師 因為我們剛才也透過這個 老師這邊知道一件事說 特殊教育的老師 其實跟一般班的老師 大概還是有一些過去的 在一些學習技巧 或者是學理上面 有比較多一點東西 好 那現在 如果當他的責任 要慢慢分派到一般班 就是所有的老師去的時候 再加上我們看一下 人數是增加的 那如果我想問一下老師說 那這樣代表一件事情 是不是 未來會不會 我們所有的老師 應該也不分一般班 或者是特殊教育老師 都應該要把特殊教育 這塊塊補起來 因為我們在這次的修法裡面 我沒有看到這一塊 可是要這麼多一般班的老師 其實要去像我們這些特教班 老師有這方面的專業的時候 這是不是目前在修法 他漏了這一塊 是不是 老師你怎麼樣看 確實是 確實是 因為目前的情況 其實大多數 大多數96.4%的學生 都是就進入學 對 在一般學校 一般學校這樣子 那3.6%是去就讀 特殊教育學校 都是極重度的學生 但是極重度的學生 如果他選擇 我要就進入學 他是可以 也不能拒絕 是 那剛才主持人 您說得很對 是不是普教老師需要提升 他自己的特教資能 這是肯定的 這是肯定的 那所以呢 根源那就是普教的師資培育的課程 可能需要增加特教的相關資能 這可以是未來 就是師資培育機構需要努力的 那另外呢 就是說 以我看到這個資料 就是融合教育的老師 情況底下 普教老師還是傾向 把他的特殊生 他的特殊孩子相關問題 他會期望特教老師來 好像是特教老師的責任 但是呢 融合教育事實上 這個主責是在普教老師 是 包括教材 教材 我班上有 士章 有聽章 有自閉章 有學章 有一個過動的 那我的教材 我的教學的方法 方式 活動設計 是不是適合全部的學生 是 對 所以責任應該是逐漸往普教老師身上 是 好 老師 那如果我們現在繼續討論之前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有一份民調 好 這調查是針對普教老師的一個觀點 這是來自於全教總 他們在4月12號發布一個新聞稿 他們在網路上面公佈這份問卷 他們說明是四千五百五十九名普通班的老師 來填這個答案 你們做的嗎 我就 我不用來講 你告訴我們好不好 來 你告訴我們 你們發現是怎麼樣 來 一邊用這個數據來告訴我們的觀眾 其實我們那個時候是針對普教跟特教老師 都有去做調查 所以有八成多覺得困擾就對了 對 因為其實是說 因為在普教裡面 其實老師覺得比較困擾的點 就是可能有像剛才理事長提到了 有時候孩子的一些情緒行為問題 可能不單純只是說課業的學習 因為事實上課業的學習 老師在教導學業上面 他們有他們的專業 所以才會擬就好 所以說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你剛才會講是說 有八成以上覺得有困擾 而且你現在發現他們已經在求救了 因為他們說他們現在需要資源是 有沒有老師 特教老師或助理員在我需要幫忙的時候 來help me 對不對 然後而且他希望說 我現在人這麼多 幫我減少一點 不然我要再去顧慮到這些特別的同學 我們也很想做 可是我的時間 我的能量有限 好 那還有包括就是說 是不是能夠提供一些專用的輔具 或教材 也能夠給他們一些研習 你看這些普教老師自己都知道 我要怎麼去強化 我們老師都是很用心的 好 另外一個情依也很重要 所以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東西 就是適時的協助 所以在群校總這邊 你們就是會擔心這問題 對不對 因為事實上 在普通班裡面發生問題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在現場教學 我也常常會接到就是說 上課的時候 我自己還在上課的時候 可能我教室電話就響 是 那之前我有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說我們可能小朋友 在班上有情緒行為問題 那可是我正在上課 那我只能夠說拜託 我可能那一堂有空堂的搭檔 去 說先幫我看一下 因為畢竟情緒行為出現的時候 他還是需要一個比較熟悉 他的老師 他會比較安定一點 所以我就變成 我必須得要請我的搭檔 他有空的時候 先幫我看我當下的學生 我再趕快去 那這個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特教老師有點像救火隊的角色 但是當這個學校 消防隊的人員不足的時候 那很難能夠立刻提供支援 那助理員的部分 其實也是現在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後來就是教育部這邊 有思考到說 老師可能也沒有那麼多人數 所以我們有提供助理員的協助 可是因為這個經費是有限的 加上助理員待遇 我憑良心講 真的還蠻低的 他們就是我們的基本 最低最低的時薪 那在這個狀況下 我們可能第一個聘請本身已經有困難 而且常常是有的時候 是他可能一天才給你兩個小時的時速 可是我們需要講 孩子在學校一天 這麼長的時間 你只給兩個小時的時速 那其實常常往往是不夠實用 而且有的時候是好幾個學生 共用一個助理員都有 洪老師 我現在回到這問題 是反正現在中老師也講了 這個角度的時候 我就又一個問題出來了 那如果說普教老師 都有知道自己要去強化的時候 那這時候又很好玩是這些特教老師 因為感覺上你們現在後面要跟特殊化的 去開菜單 你還要教他課 我不知道說 是你們會覺得說目前的學 國內的特教老師的名額 要來應付現在新的 這樣的一個融合教育 人數夠嗎 特教老師的名額 這我一定要說不夠 不然我的學生怎麼辦 但是我們就也不是說 只是為了他們不夠 是說實務現在教學現場上面 是不是這樣可能政府 在這部分的思考 要再更強化一點 因為現在看起來缺額還是很多 應該是說需求還是很多 開出來缺額不多 但需求很多 缺少的老師 尤其是私立 比如說高中子 這個私立學校 事實上收非常多的身上學生 但是他們可能只聘一位特教老師 但是國力的可能聘到二十二位 就是那個資源落差很大 你說有沒有需求 有需求 有需求 但是因為對他們來講 這樣子以後的特殊教育老師 他們的壓力應該照這樣 你在教育現場去幫忙 去做評鑑或是觀察的時候 是不是他們這樣的壓力恐怕也會更大 也會更大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隨著家長的程度越來越好 而且就這麼寶貝 這麼一個小孩 對不對 家長這個隨時都會出現 而且各方面都會要求 對 所以老師確實被高期待 被高期待 所以我想老師一直反映是不是人數 學生數可以降低 我覺得也是有道理的 因為以前 以前我父母 那個年代一個老師帶一般六十個 他沒問題 天啊 可是現在情況不一樣了 對 那一個老師 那而且我們的孩子很多都是好幾種 合併在一起 合併很多種狀況 是 對 所以那個是更精緻 更針對孩子的需求去提供服務 對 我是沒有經歷六十 我自己的時代大概是五十幾 五十 上下 但是我知道那個 我們這樣 過去那個年代起來 我們正在教育學 我們不一定會得到老師 最好的照顧 但是回過頭來 各位觀眾朋友 我如果講到這邊 你去想想看 一個老師 假如這樣 像那個鍾老師 可能就會有一個狀況 是 我今天早上先去輔導 這個 看一下這個班 有什麼狀況 回過來我要再去教課 很累耶 我們來看一下一個特教老師 他的一天怎麼過 在學習中心幫學生上課 這只是特教老師平時工作的一部分 因為他們還要隨時準備好 應付學生的突發狀況 我在學習中心 什麼 學生有問題 好 在哪裡 好 我們過去喔 當學生有自傷的行為 心情不好或情緒崩潰 特教老師就必須放下手邊的工作 衝到第一線處理 我有一個憂鬱症的孩子嘛 那他如果一有自殺的念頭 我可能就要去處理 那處理的時候 我可能那整天 我可能就不用上課 因為他就會很盪 那你可能就要陪在他身邊 因為他可能隨時經過空橋 或是經過比較高的地方 他可能就想要跳下去了 對 那如果這個時候 我這個個案爆了 然後另外一個又爆了 那我就會不知道 我到底要處理誰 在金老師的學校 一個特教老師就必須負責超過十個特殊生 除了教學還要提供生活協助 像是提醒用藥 甚至陪同看病 特教老師每天都忙得焦頭爛額 下班後也不得閒 有的特教老師還為了要處理 特教評鑑或心理評量 把工作帶回家 甚至犧牲睡眠 為此有一群特教老師呼籲透過特教法修法 廢除特教評鑑並降低師生比 我們的訴求就是希望把教學時間還給學生 不是拿來做文書資料 所以我們這次其實是希望中央可以 就是強制執行一比八這個就是法 這個要不然過了十四年還是沒有改變 四月底立法院完成特教法修法出審 特教評鑑和校務校長考評等並同辦理為原則 至於師生比以附帶決議處理 請教育部以五年達到一比八為努力目標 不過有特教老師質疑 特教法十四年前修改時 便將一比八列為附帶決議 至今還是沒有實現 而這一回要如何證明 這次修法真的能將老師還給學生呢 記者許淳鳳 陳保羅 基隆報導 好 理事長我們也要來回頭看 因為我們剛才透過兩位老師這樣解讀 我們發現的確在第一線的老師 他們也覺得說 他們一般班的這些老師 他們會覺得他們也需要更多的一個 不管是在特教方面 或是一些教材或教具的一個協助 那不知道站在家長團體來講 您怎麼看這樣新的融合 可能對於一般班的老師 你們要怎麼樣的一個看法 在這一次的修法裡面的第四十八條 有稍微改進了一下 以前是沒有 他這次四十八條裡面有特別 我把它唸一下 就是說從我們幼稚園 他的失陪的職前訓練 就要增加到三個學分 也就是說以前大概都是特教的老師 他相關他可能在大學的時候 他才唸 可是現在因為融合教育的關係 幼稚園就很多都會有 所以我們這一次好不容易 也有增加三個學分 五十四個小時 但是這樣夠嗎 其實我們自己認為說 其實在以家長的立場 我們是覺得不夠 不過這次有把這個放進去 至少有有進了這個進了一小步 這樣子有進步了 對 我們當然是希望能夠更多 是 大概我們今天有一個共識 就是說大概不管是學界 不管是食物界還有家長 大概都希望說政府要去重視說 你現在要變得融合 但是你要給一般班的這些老師 有一些能量在 不然他覺得很沒力 我沒有特別學這個 然後我要去做這個 好 我們這個大概有一個共識 也提供政府單位來做參考 當然下一個我們來看是評鑑 我講一下評鑑這兩個字 我不要講在教育現場 我知道像什麼醫院 或什麼學術單位 大家都一樣 都聽到評鑑就瘋了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特殊教育法 現在有一個規定 高中以下學校 特殊教育成效 應該至少每四年評鑑一次 現在修正為 好 我至少每四年評鑑一次 沒有錯了 但是最好是跟校務評鑑 幼兒園評鑑或校長 辦學期間要考評 之後會走 這樣比較會輕鬆一點 另外呢 在大專院校特殊教育 評鑑部分 也是一樣 增加一個每四年評鑑一次 我不知道就家長團體來講 怎麼樣看這個評鑑 這件事情 其實其實在這次的修法裡面 就是家長團體跟老師的這個立場 是不太一樣 沒關係 我們可以先聽一下家長團體 那那我們自己是真的一定要做這個評鑑 因為你有一些積合 然後他才能夠去做真正的一些的 這個成果出來 那我們當然有去跟老師的第一線的老師反應 就是瞭解到問題 就是說因為太繁瑣了 所以我們實際上 大家都有個共識 就是說是要做 但是在這整體的過程當中 實際上並不需要很 因為現在都可以資訊化了 你不一定都要手寫 看到paper都寫幾千個字 那為什麼有資訊化 為什麼不能夠用資料庫的方式 所以我認為這個我們教育部 這個國家署這邊 他應該可以再發展一套 評鑑的這樣的一個 更方便 讓老師更方便 然後可以做出來的一套系統 出來這樣子 我們來聽聽看老師的聲音 來 鍾老師 你有被評鑑過嗎 我們可以問一下 你有寫多久的作業 還是寫多久的作文 那個就是真的是 就是資料加滿滿的 我剛來第一次遇到評鑑的時候 就是每天加班要到九點多 才能回到家 他有加班費嗎 沒有 沒有 那我就不問下去了 這樣有違法之餘 你怎麼看 教育我們的老師 其實應該這樣看 其實我們要回歸到評鑑 這件事情 評鑑的目的 他絕對不是打等地 他要的是說 我們來 像剛剛理事長講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教學現場的狀況 孩子需要什麼 我們希望能夠藉由 假設今天不管他叫特教評鑑 或校務評鑑 我們希望從裡面看到的是說 這些孩子在學校裡面 他所受的教育 跟所需要的資源有沒有被滿足 那如果沒有 我們藉由這個機會來補足他 可是我們比較遺憾的是說 在我們跟現場很多老師 在做一些互動跟溝通的時候 包括我自己本身的經驗 會出現的狀況是說 似乎後面的重點都擺在 等地是什麼 越好 那你就得到獎金 那不好你就寫報告 那事實上 我們知道報告解決不了 孩子的需求 今天孩子的需求其實不是在說 我打你幾分上面拿到的 是說我當我看到這個學校 假設他的失智能力不足 但是我講白話來講 如果這個學校人力不足 你去評鑑這個特教老師 我常在跟我們的夥伴開玩笑說 你評鑑他再多次 他人力還是不足 因為開缺不是他 是 那所以我們期待的是說 我們其實主張的是說 併入校務評鑑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也希望 既然在推融合教育 就是從學校大角度來看 那資源也是從整體校園的資源 平均分配來看 而不是只所在特殊教育 或特教組 甚至於資源班的這一塊 那我們的孩子才能夠得到 完整的照顧 剛剛都講融合教育 是在整個學校 他並不是在資源班裡面 所以如果我們評鑑 不是從大的角度來看 那我想孩子很難得到 完整的資源 我想問 對於老師們來講 會不會希望不要評鑑 對於評鑑這件事情來講 應該是說 我們希望的東西 從來就不是評鑑 我們希望的是資源 你可以來訪市 你看到我缺乏什麼 我告訴你 你給我 那我如果這個角度是 因為剛剛家長 談題有講 以來剛剛說 我需要有一個評鑑 去維持我小朋友的 受到教育的 這個有沒有一個替代方法 如果老師們也希望說 減少帆溫如介 不要增加這時間 老師們有沒有想過 我怎麼樣方式 讓爸爸媽媽們安心 其實對我們來講 我們會覺得說 家長 因為我們本身是有開 例如說特殊生 他有所謂IEP會議 那其實是每一次家長都要到學校來 也就是說 這個特殊生在學校受的服務 是在這個個別化教育計畫裡面 他是需要 需要家長 需要老師 甚至於普通班老師 那現在像這次特殊法修法 還有學生表義權的部分 他們也要一起共同參與 也就是說這個孩子所有需求 其實在個別化教育計畫裡面 是完完整整的 而且那個會比四年一次有用 因為我們每個學期都需要去重新檢視 他的IEP 是 那我評鑑四年一次 如果這個孩子 假設以剛剛的假設說 我必須要靠評鑑 才能夠減合的話 那這個孩子等四年才減合一次 那怎麼了得 一年級再來就是四年級 要生五年級 要定高年級 可是我們IEP是每個學期 必要的時候 家長還可以在學期中要求 是 要跟老師討論 是 這樣的效果 可能會比這個來的更好 是 洪老師我們今天聽到雙方的聲音 當然這都各有所評 因為家長也是希望 有一個客觀的評鑑 但是老師這邊也希望減少 回到教學的問題 你怎麼看雙方的一個落場 還是有沒有什麼話 就是說 評鑑是一個績效評估 一時半時 我想這還是需要 那因為不同的人 站在不同的立場 潛入角度不同 但是我想我們的執政者 不管是在中央或地方的縣市 那如果站在一個比較高的角度 因為那個學校各式各樣落差太大了 那因為我之前 已經有三輪評鑑經驗 現在開始第四輪 那確實國立的學校資源很多 我剛剛講 同樣的學生 生長的孩子這樣的學生數 一所學校 聘了二十二個老師 那另外學校只有一個老師 那我還有去過那個後段 已經真的快倒了 真的非常辛苦 就是 就是 IEP 我去看只有封面 封面寫今年 裡面是他國中的 IEP 就是一個高中 高中學校 裡面是他國中的 那評鑑是評四年 那之前的資料呢 之前老師離開了 所以沒有資料 所以就是說當認真辦學的老師 我們這麼認真的辦得很好 是為什麼要老師動眾 花這麼多時間寫這些 可是他們沒有想到 我們事實上還有很尾端的 什麼資源都沒有的 然後真的很需要透過評鑑去監督的 但是我會覺得 如果校正 評鑑的定位 校正比較清楚的話 就是說我們是辦學很認真 很用心的得到肯定 那需要輔導的 他得到他需要的支持 跟資源跟輔導 大家可能對評鑑會比較服氣 那現在會有很多的反對聲音 就是說 評鑑真的太累了 那那我自己 我自己在大學端 我可以知道很累 因為我們大學有很多評鑑 什麼私培評鑑 細手評鑑 校務評鑑 我們自己還有個人評鑑 所以那真的是非常辛苦 所以我覺得可以簡化 可以合併 但是可能是還 一定會在 會有評鑑 我覺得是必要的 阿嬤這邊來補充好了 我是覺得今天是這樣子 我們就實際上家長在聊 就是說 今天為什麼要考試 你來 你小朋友來告訴你 媽媽 我一定會念書 我一定會照這個課表 一定會念書 你放心好了 我小考也都會考 好 那我一定會考好 你相信嗎 你的小孩子這樣跟你講 你相信嗎 我想這是一個問題嘛 就是說跟評鑑的意思是言之說 我們都會做 都會做 可是到最後呢 最後結果是怎麼樣 就是讓我們家長不放心 我覺得這一點是 我們剛剛講過 就是教授講得很正確 就是說 我們其實都很願意 來協調這中間的這個問題 那我想現在資訊科技都很方便 所以應該是可以簡化 不需要造成老師這麼大的一個困擾 這個是 但是評鑑確實 真的還是要做啦 對 是 好 那莊老師有沒有要再補充 還是就大概 我覺得其實大家這樣談下來 都知道一個點 就是說我們剛才強調 評鑑最終的目標是什麼 是 給孩子資源 那像剛才洪老師提到一個點 其實像剛才提到說 例如說我們比較有些學校資源 比較不夠 可是其實我們回到核心問題點 他是不是失智不足 那這些問題 是不是應該是我們要補足失智 這一塊 不是說 如果這個老師能力 假設他真的不是一個合格的老師 那我們不斷地去評鑑 我們希望的是什麼 是希望他有一個合格的老師 所以要回到核心問題 解決的是這一點 不然評鑑存在的意義 就不是那麼高 因為我相信剛才理事長一直在強調 其實他也不是要等地 他要的是什麼 要資源 要服務 要品質 對啊 來啦 我們講到一個品質 最大的問題來了 三位大概大家都講到 人有夠嗎 來 我們來看一下人有夠嗎 來 我們看到在這一次呢 特別強調了一個 就是在失聲比的部分 來 我們先看到特殊教育法 第十一條有提到是說 在高中以下要設特殊教育班 有很多種班 我們剛剛也看過有分類 對不對 好 但是反正這邊 他都有提到是一個失聲比的部分 所以這一次事實上 大家幾乎都有共識 就是失聲比一定要比較好一點 但是問題是好一點就錢會比較多 所以你看教育部怎麼講 我告訴你 要失聲比入法 我沒有辦法做到 所以讓我先做一做 改天再來修法好不好 所以最後立法委員說 好啦 我們就體諒你了 但是基本上希望五年內 以失聲比一比八為目標 各位要知道什麼叫做目標 目標就是遠遠的 我不一定到得了 但是我就當他做目標 我不知道教導團體可以接受這樣的目標嗎 還是說還是希望真的做到了 其實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再講這個失聲比 在以特教來講的 特教學校其實他是夠的 然後呢 其實我 我的小朋友 並不是在特教裡面 我的小朋友是在一般的教室裡面 所以說其實我跟老師 他們溝通完以後 因為小孩子已經長大了 我們以前是真的很辛苦 可是現在小朋友的話 就比較不一樣 那老師他們現在最大的問題 是在於說 因為現在的間別度 都越來越清楚了 所以小朋友被分類出來 越來越明顯 所以他人數會越來越多 可是相對在這個越來越多 這種狀況底下 你說在一般的教室裡面 在一般的一般的融合教室 裡面真的確實是太 他說 我是老師在告訴我 就是說他們的那個比例 一個人可以帶了 可能十幾位 二十幾位 甚至人數不夠 所以我是認為說 其實回歸回來 還是一樣就是老師不足 我們這個學校老師培育了 這麼多的特教老師出來 為什麼我們有這麼多的老師 為什麼不聘進來呢 我想這個問題還是在這裡 所以所以我是覺得說 不足的地方 很多的家長可能就是說 我們會認為一定是不足 那我是因為有親自瞭解說 原來他並不是特教 這邊不足 所以特教他是很夠的 但是在一般的融合教室 一般的這種一般的班級 是不夠的 而且越大的這個 因為不能講越大 就是說一般比較縣市經費不足的 他那個所講的那個特教老師 就真的是很不足 很勸缺 一個人要帶很多 而且我還在特別強調 尤其像我們這種心智障礙類的 情緒障礙的 你說老師怎麼辦 你出了兩個學生 你就受不了了 對不對 這這這怎麼可能還一代八 對不對 因為你不是只有兩個學生 各位觀眾 你要知道兩個學生 他影響不是只有這兩個人 他班上其他同學的情緒 也會跟著浮動 因為他也不一定 我們要知道其他一般的同學 他不是 也是一個專家 知道怎麼去跟這樣同學相處 這為什麼要放在融合 是他們也要去學著跟這樣 可是問題來 他不是只有那兩個人 是全部的同學 這一般班老師都要照顧 所以問題來 你剛剛講的 很厲害 各位有想要增加錢 有立委也想要增加比例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怎麼解決 來 這個目前呢 這一個特教的一個預算 佔比是中央是百分之四點五 地方政府是百分之五 所以那時候有立委就講說不行 要再增加 好 我們也都認同了 好 增加到多少 增加零點五 所以中央提高到百分之五 地方政府提高到百分之五點五 可是政府單位是講說 還是有一些困難 還有包括有一些法令的規定 所以最後這條是作罷 不過是用附帶決議的方式 就是說好啦 我會好好的重視這件事情 逐年增加好不好 那會不會做到呢 一樣我想也是一個目標 然後來第二十二條也有一個東西 就是說你不得拒絕身心障礙的學生 來這個就等於是說入學了 當然這部分以後對一些學校來講 可能他會不會有這樣的一個資源 去照顧 這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回過頭還是一個問題的時候 如果就像剛才洪老師講 他就只有一個老師 然後可能這一個類別 不是他習慣照顧 因為他可能是在照顧情緒的 但是今天出現可能是在他的肢體上面 那他也是一個壓力 所以我現在回過頭來是講 還是一個問題 宗老師 師生比的部分 你們第一線到底嚴不嚴重 坦白講非常嚴重 非常嚴重 但是政府會給你一個很漂亮的數字 我要回應一下 剛才我們理事長提的 像他講的在資源班裡面 他會看到很多學生 可是在特教學校很少 可是我們常常遇到主管機關怎麼做 他把所有的特殊老師 去處理所有特教學生 他完全沒有去忽略掉 不同班型的人數比例 所以你會出現一個狀況 幾年前在桃園 曾經出現一個很誇張的比例 就是北坑復工的狀況 他們有一個老師 可能要應付到將近破百的學生 那後來當然國教室有專案去處理 但我們也提出一個 我們當初也提出一個評評 就是說你不能什麼事情用專案處理 他是應該要整體去檢視 不是用一個專案丟進去 而且我們剛才回到前一頁 我們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的師生比例上面來講 法規上面訂定是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資 但是我們不需要跟觀眾朋友講 非常吊詭一件事情是在執法裡面的 人員盡用辦法裡面提的資源班 卻是授權地方主管機關決定 這跟母法本身是抵觸 你母法說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結果中央主管機關不願意負責 他說那給你們地方決定 於是就會出現 理事長剛才講的 這個縣市有錢可能好一點 那個縣市窮一點 那你就吞下去了 一比二十 一比三十 那所以會造成這樣狀況 我們之前提出來抨擊的一點 就是說難道我一個特殊生還要因為我出生的縣市而受到差別待遇嗎 那我覺得這個是在我們今天 我們臺灣在一個民主注重人權的國家 其實這一點是我們的政府 真的要深深思考 為什麼一個特殊的孩子 他只是因為生在不同一件事 他就要有不同的待遇 汪老師我們又看到一個問題了 我們今天好像看到一大堆問題 就是他那個講的那個東西很漂亮 像我們剛剛講說融合 但是又發現說一般班老師 沒有辦法在這邊跟上 又來一個問題是一比八 但是問題就像剛剛莊老師講的一比八 那那個是totally 可是真的 如果這一個學校比較特別是 他遇到的特殊的教育的同學 他來自的狀況 他的狀況都是不一樣 那不是每個老師都十八班 特教老師不是全部十八班五一都會的狀況 他也是有特殊他的一個部分 那這樣是這個一比八 是不是恐怕以後不是一比八的比例 可能要降到一比四或一比二等等的 實際上 因為真的老師要去照顧每一個孩子 那都是一個特質化 是不是你怎麼樣看一比八的數字 現在只是一個目標 那是不是以後要怎麼樣再更往前走 我想這一比八還是一個整體算下來 那剛才鍾老師講的很對 因為確實有個別話 因為我可以一般 比如說十五個學生 他們是侵入症狀障礙 可是他們只是單純的 侵入症狀障礙 沒有其他問題 那那那跟一個 我只有四個 可是他們都是多重障礙 照顧起來真的是很辛苦 對 所以我覺得在現場 應該是針對學生的 他的個別需求 去提供他需要的服務 但但免不了還是最終 整體算出來是符合一比八 可是會有個別 我這個可能沒有辦法再摸法 是不是在後面的施情細則 或者更更細步的 再去 再去做一些規範 那當然就一個問題 一個問題翻出來之後 現在又一個問題也出來了 但是這個問題 看起來現在已經有一個 超級協商大概有共識 所以現在已經不是問題 那他到底是什麼問題 你也不知道的 我講給你聽 來 我們來看這東西 叫做事 來 麻煩幫我看一下 下一張 我們來看到是所謂的心理評量 這個心理評量 我想我在講這之前 我是不是先請鍾老師 告訴觀眾朋友 心理評量是每年要評 是不是 他要評些什麼 是不是告訴觀眾要做什麼事情 心理評量這件事情是這樣 就是說因為我們特殊生 他要接受服務 他必須要取得一個資格跟身份 那於是心理評量的功用 是在於說 我們要評估這個孩子 他在特殊 就是學校裡面的教育需求 尤其是特殊教育的需求 跟確定他是不是有符合 我們特教法 我們所規範這十三類的身心障礙 學生裡面的需求 所以這個時候 就會需要做一個評量 因為畢竟剛才講的資源是有限的 那我們必須要用在 真的有需求的孩子身上 那是多久評一次 醫學期還是醫院 這要看孩子的狀況 因為有一些孩子 可能他的狀況 不是那麼的明確或穩定 他可能會有效期限比較短 可是例如說 我們比較明確 像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也許他的期限就會拉比較長 那這個當然會尊重各縣市 他們有所謂建復會 他們有一些決議 是 是 好 那原本的正義什麼 先跟各位報告 就是說 因為要做這個評量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問題是誰來做 老師來做 我們剛剛就講 光評鑑就是一個頭痛的事情 現在評量也很頭痛 因為他要花一個時間去評量 這東西 另外還有一個狀況出來 莊老師是不是有這種狀況 是說如果這個學校 就像洪老師講 剛剛一個人不夠 那他現在做評量的時候 他一個人可能一般是最多 做十個人 是嗎 還是有沒有一個數字上限 這個其實是十個人 是我們當初全教總是 去跟國教署去溝通的結果 因為以前是沒有規定的 沒有規定 就是有多少 你做多少 那我們假設 我們現在是有良心的來做十個 但是這個學校假設有十一個 那就有一個老師 就有多一個同學 這個老師沒有辦法去做 那怎麼辦 從其他學校做 所以這時候假設 我請你來去 你從基隆 我們去基隆另外一人來做 你會怎麼辦 你要請假嗎 我們一定要請假 請假 所以你的班的 那代課 所以你原來的學生 就沒有把他得到你的照顧 要另外一個代課 這次問題就來了 就像宗老師 他就可能覺得 他擔心 這個我的學生 因為代課 會不會得到一樣好的 一個服務照顧 這當然也是個問題 那但是對他講 他還要再寫報告等等的 你要花時間 所以這時候大家就來講 是不是有一個專任的老師 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也在有各界一個思考 不過最後有一個結論 我們來看看這結論是什麼 就是說如果最後 我們現在落實一個做法 就是說是不是叫做局部 心平工作的專職的話 好 就是把這個心理 平常的工作 能夠專職 但是什麼叫局部 就是透過有特別的 一兩位老師 可能比較資深 好 那他就專門來做 這樣的一個工作 那這樣的話 就是當某些老師 特別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可以減輕大部分 特教老師的負擔 好 那當然要怎麼樣去減輕 可能在這一位老師 他去做專門心平 他可能是專任 好 那另外 有些老師如果你還是要去幫忙 去做心平的時候 就減少他的時數 希望能夠提供他專業的支持 我不知道就在家長團體的角度 你會怎麼樣來看這樣的一個制度 其實這個剛開始在做的時候 我們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就家長跟老師的那時候對立 還是有一點比較嚴重 可是後來大家有共識 其實我們大家都希望是所謂的專職化 但是專職化 我們並不是說一定都要請外面的心理醫師進來 因為終究老師在學校裡面跟學生是共體的 他會比較清楚學生的狀態 所以說我們是認為說 如果這個老師這個 這個教育部他這次是希望說叫局部的心平 工作專職化 我是覺得這個是有一點就是說 讓讓人家覺得這個局部 這句話是怎麼去解釋他 那對我們家長團體來講 我們是希望說是全心全意 真的就專職老師來做這件事情 你不要再給他做那麼多的其他的工作了 而且我再一次講 希望教育部或者是政府中央重視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這種心智障類 其實現在很多社會出現狀況 都是這一種 他並不是重殘 殘障的人士 所以你看這個老師在做這個心平 是不是很重要 那這個心平跟一般在在就是殘障 重症這種方式去做心平的這種 他的指標 他就花很久的時間 他並不是一個小時兩個小時就可以了 所以我是認為說這個 可能這個局部的這個部分 雖然教育部是這樣回應 那對我家長團體 我是希望能夠幫老師 就是說我們家長團體 小朋友能夠得到比較好的一個 一個這樣的一個資源 但是呢希望全心全意 然後服務更多 但是問題就是說 老師如果有這麼多的工作 他確實也達不到 所以回歸到原點欠人嘛 錢的問題嘛 再做增加些人 對 人跟錢都很重要 對 還是這個對這個問題 那當然剛才媽媽這邊有提到 是說因為一開始 的確有一些聲音是說 如果你學校老師做不來 那我們就請心理 外面的心理學家來做 但是當然也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像老師這派就說 你心理學家可能不一定懂教學 是嗎 對 因為我們的主張是說 我們希望有點像剛才理事長講 我們希望是專職的心平人員 那至於你要稱他為專職的心平老師 或什麼那就是名稱上的問題 那我們當初也是攜帶的是說 這些所謂專職的心理評量的人員 他的來源可以比較多元化 因為我們剛才講推動融合教育 他只要是瞭解學校狀況 他可以是普通班老師接受過訓練了 或特教老師接受過訓練 甚至於說這個心理師是在學校 專門服務的心理師 他有這個意願來做 重點是他得要瞭解學校的狀況 是 不然我們會覺得就像剛才理事長講 如果我這個還值得到一個專業的心理評量老師 還有一個專業教學老師 他們的互動合作 他有兩個專業人士來幫他合作 絕對比一個人去做兩份工作來的 來得好 而且從上面看會非常有趣的是 政府情願叫老師少上課 也要叫你去做心平 而不願意選擇 我找一個專門做心平 讓老師好好的上課 這個是我們完全沒有辦法理解的邏輯 你怎麼會是我減低學生的授課 然後去逼著老師去做另外一件 他本職要做的上課工作 就只是為了省錢嗎 這個是我們覺得相當遺憾的一個部分 黃老師當然我覺得我們建議又在這邊又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看起來我們又升級了 但是這個升級是說 我又多了一個功能 但是好像這功能是過去沒有特別安排一個老師 來做這件事情 現在回過頭來講 我發現要增加這功能之後 是我們的老師又不夠 這件事情又出現了 我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美國的做法 美國確實學障鑑定是由專者人員 他們叫school psychologist 那我們把它分成中文 就是學校心理學家 確實是這樣子 但是美國的學障鑑定 事實上有不同的模式 那我說一下 一個就是說傳統的差距模式 那臺灣目前現行的學障鑑定方法 比較是差距模式 那他們因為發現差距模式 有一些問題 比如說他要看自己測驗 跟他的學習的成就的差距 要一定差距 他會鑑定通過 可是發現有非常多的 我們的學障孩子 他的那個智力 他不一定有有差異 有內在差異 他可能沒有差異 可是他確實是學障 那這樣他就會鑑定不通過 或者他是高認知能力 他的成就測驗 不會低於成就測驗 比如說低於pr25 所以如果有固定的切解點 他可能不符合 他又不通過 可是他確實是學障 所以有非常這樣的情況 那他們在兩千零四年就修法 就是說可以用教學介入反應模式 後來又產生 有人提倡又弱勢模式 那所以美國學障鑑定模式 是非常多的 那我這邊要做一個解釋 就是說我要回應 關於這個要不要 心平設專職人員 也有家長團體提出 他們是希望由特效老師來做 那我看他們訴求 事實上他們跟 為什麼美國會有衍生出RTI 就是教學介入反應模式的訴求 是一樣 就是說他們是看中孩子的教學 教學的這個需要 所以呢 就是從他們的教育需求角度 去切入 去切入 因為你要去把區分低成就 有跟學長有時候不是那麼好區分 有很多錯誤鑑定 這是一個 那如果是採用RTI的話 事實上特效老師是會參與 做一些評估的 因為他是從你教學去看學生的反應 所以如果 如果以後 我不曉得有沒有可能 臺灣的學長鑑定也會轉向 我不曉得 那這個部分事實上特效老師是要參與的 那如果另外兩個模式 就是差距模式跟又弱勢模式 美國基本上都是由 school psychology去做 因為他們就是測驗 然後看有沒有差距 但是不管是差距模式 又弱勢模式 還有教學介入反應模式 都被提出來 他們有信度的問題 因為他們並不是真的去評你的學長特質 不是從學長特質去評 而是有一些施測 那測驗就有信度的問題 所以特教老師 不管最 是不是由專責的 心評人員去去做鑑定 我覺得特教老師的課堂上的教學的觀察 還有瞭解孩子 我想都是免不了的 不管是教學上 我需要瞭解孩子 他的需求能夠精準的提供教學 我想都是免不了的 那我今天來就是我的同學 因為我同學的特教老師 他特別叮囑我 你回答這個問題 你要特別小心 免得得罪基層特教老師 有得罪嗎 應該還好 沒有啦 因為我覺得我要澄清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覺得大家有一個做法是說 似乎今天把他有一點把他切分的 就變成是各自的責任 可是我們忽略一點 我們今天 今天如果心評專職人員 跟特教老師 甚至於剛才像洪老師講 我們今天RTI模式是普特 也要合作 那我們今天有一個專門的心理評量 人員 其實我們要想的是說 我們現在在充足人力 狀況下 我們應該是三方的合作 有心理評量 有特教教學 跟普教教學一起合作 那可是我們似乎是 教育 我不知道教育部的想法是什麼 但這樣看起來 似乎一直想把他切 就是說你現在就是 你只要老師要把他心評推出去 他就完全不管 事實上不可能 就像剛才洪老師講的 我在教學的部分 我可能也要跟我的心評老師 去做一個溝通跟合作 所以我覺得不應該是把他切成是說 好像我們今天把他放進去 有一個心評專職人員 就代表說特教老師 什麼都沒有管 並不是 我們只是期待的是說 像剛才在講的 重點在於什麼 我們有沒有充足的人力 跟經費資源來支持 讓這些孩子得到最完整的服務 不是去把他切清楚 這樣 是 吳京 好 來 媽媽先 我補充一下 其實這個有很多方法 我意思說 如果教育部有看待 其實很多的心理師 他在針對剛剛我們這個老師 中老師講的 他說心理師跟老師的教學現場 如果兩個一起的話 我想學學生是做到最大的一個保障 那那就是錢的問題 但是教育部好像總是把他當成 好像請心理醫師 好像花很多錢 其實還是有很多的這種心理師 他很願意來幫助這些學校 而且他專程都在跟這個學校 在配合的 我覺得這很好啊 就像我們那種家長 也是很多都是志工協助來幫忙 所以實際上不要去拒絕說 我今天好像就是一定要叫老師來做 專職也不代表一定是老師來做 但是老師他的專職 是真的不要讓他做太多的工作 所以剛剛講那個局部 這個部分 我就覺得就比較care 我覺得應該還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來謀合 把心理師加進來 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覺得會對學生會更好 不然那個局部 應該只是一個一個一個名詞而已吧 對 的確我們今天好像講好幾個 好像他教育部都沒有顧慮到 我要幫他們講個話 事實上都開始一步步往前走 但是不可能踏一步出去 就是很穩很好 現在看到問題 一步一步解決 我們也希望能夠更多資源 讓我們第一線的特教老師 有更好的方式 能夠來幫助我們的小朋友 快快樂樂長大 這也是我們做這集希望的目的 感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 我們下週再會